大家好,给大家分享一个双连接的打法 双连接主要是用作手链项链的收尾 也可以当作扭扣结来使用 非常的漂亮 看,它就是两个半结连在一起 我们这个整理好之后 它的形状是个X形 非常的美观实用 学会的双击加关注 大家好,户外探险,高空下降 专用的一种下降保护节 安全滑行,简单实用 我们这样一挂 这是一个意大利半扣 我们收尾的时候牢牢锁住 往上提升,它自动下降 这样非常简单实用 学会的双击加关注 大家好,看我这个绳头 怎么瞬间穿入这个绳圈的 不要眨眼睛 交给大家一招 一,二,三 穿过去了吧 还不会这个魔术的 上面的红心点一点 我交给大家 其实非常的简单 只需在手上传几圈之后 我们折一个绳圈 然后关键的时刻 我们不可能是拉的再小 不可能是瞬间的穿入 我们只要这样一斜 看慢动作 一斜 直接进入圣圈 学会的双击关注 大家好,我们在接这种管子的时候 用铁丝 怎么绑才结实 看 我们这样 先打一个扣 然后 这样 绑上 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边是往这边拧 这边是反方向 往那边拧 我们借出老虎钱 我们这样随便拧个两三圈 拧个三四圈 这边反方向 一定要记住反方向 这样 怎么拽都拽不开 非常的牢固 非常的结实 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一个高楼逃生下降节 我们这样打 非常的简单 然后 加一个半扣 固定 这样是非常安全的 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一个翻角锁 我们这样 绕 从主绳下方 绕一圈 然后 再从主绳上方 绕一圈 我们 成个八字形 我们直接 给它收紧完成 非常的 非常的结实 即使 绳子 受再大的力 也 这个结 也不能 松懈 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一个 接绳结 非常的简单 实用 美观 给大家分享一个平口节的打法 我们做两个绳圈 插入绳圈 这边的绳圈 插入这边的绳圈 这样 我们直接给它收紧完成 非常的简单 实用 而且很美观 给大家分享一个平口节的打法 我们做两个绳圈 我们做两个绳圈 这边做一个 那边做一个 然后把这两个绳圈 重合 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平口节 我们套在平口上 收紧 接点 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实用 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一个三圈塑绳结 打法简单 方便 实用 我们这样打三个绳圈 我们这个 如果想塑长一点 我们就把这个圈 拉的大一点 如果塑短一点 我们就把这个圈 拉的小一点 非常的实用 这个金刚节的起头 我们这样 收紧 这样起头又完成了 然后我们打法 这样 转一圈 一直保持在这一个动作 大家好 今天在集市上买了个猪腿 他说这是前腿 大家都知道前腿含有胶原蛋白多 可是我回到家 老婆说我被骗了 前腿 这里应该是没有骨头的是吧 这个地方 两个是一样大的 是不是被骗了 大家怎么看 评论到下方 好 我们言归正传 给大家分享一个柱蹄扣 我们过年杀猪的时候 就用这个扣子 套在柱蹄上 让它跑也跑不了 非常的实用 收紧 然后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常用的一个绳结 塑紧之王 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打领带的方法 我们这样 打两个圈 然后 这个圈 这样 再转两圈 转两圈之后 我们直接插入这两个绳圈 然后我们这样收紧 整理一下就即可 大家好 看这个瓶口结 五四扣的打法 我们这样重合 把这一个从这里 把前面一个生儿 给它掏出来 这就是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瓶口结 现在我们套在瓶口上 我们收紧 非常完美的节点 学会双击加关注 我们下转两圈